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来咯 儿子 你回来咯 外面会不会很热啊 不会啊 妈 你在看什么 那边边看边笑 因为我最近要到协会 去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所以找些相片去分享 妈妈的故事一定可以鼓励到很多人 对呀你看你们小时候好可爱 上台的时候跳舞还哭呢 你看妈妈年轻时候也很美啊 就你嘴巴甜 这是我年轻时候穿瑶珠服饰拍的 那妈妈外公是瑶珠人 所以我很喜欢我们瑶珠的文化 对瑶珠特别有亲切感 这个女生是谁啊 她哦她是云县社会关怀协会的人 这个协会呢主要是在关怀 我们新住民在台湾的生活状况 适时的提供一些我们在生活上的帮助 以及就业辅导 那还记得刚嫁来台湾的时候 剩下你们 我都待在家里照顾你们兄弟俩 直到你们两兄弟长大了 是你爸爸鼓励我踏出家门 一开始我也尝试了很多工作 但是都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直到遇到了会访 王燕姐在吗 在 我是云林县社会关怀协会工作人员 我可以进去吗 可以啊 哦好谢谢 嗨你好 最近好吗 不太好怎么啦 就是因为工作上面的时间关系啦 所以就是没办法接送小朋友啊 所以就把工作辞掉现在家里 所以你现在没有工作事业了 对 对喔 那我跟你讲我们云林县呢 社会关怀协会 目前我们最近有要办一班的拼步班 是像事业者班 那你看就像这 这就是拼步班 车缝部分 你是中国大陆姐妹嘛 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你来学 可以运用你的 中国大陆的元素进去 未来你的作品呢 也可以卖 那也有机会 未来能够当讲师 哇 真的真的 这一次课程又额外增加一个 检订课程 那你当老师之后来讲呢 未来不只可能可以在学会开课 你可以到社区啊 到学校啊 甚至一些活动 那种可以去教学 哦 原来她就是绘画阿姨啊 对 他们这很用心 在帮助新住民耶 是啊 因为有他们的帮助啊 所以妈妈才能那么快成为讲师啊 对 你看 你这张照片在堂上教课的样子 充满着自信耶 当然哦 因为当时参加了这个拼步课程啊 让我开起来对拼步的热爱 你知道吗 我太爱拼步了 所以就跑到各个县市去学习那个拼步技巧啊 来 林邦的时候记得这里要折哦 好 所以后来才能从学员变成了讲师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爱不成吃 哦 你看我们家楼上现在一堆的布 你爸他当初还不能接受 整间布放这么多啦 看着厚实了 像这个啦 这个是要做什么 这哦 这是我设计的包包啊 要用到不同的花色的布 所以才买了这么多布啊 那怎么赚到钱 哦 目前这个阶段可能没办法赚钱 这是不能老百开的 老百买呢 我知道啦 可是这是一定的过程啊 哦 爸爸就是这样很爱碎碎念 你不要理他啦 对啊 但是他现在啊 慢慢的能够理解跟认同我啦 哦 你看哦 这张是第一次记者来采访我啊 所以后来就慢慢的注意到我了 好的 那我们目前现在在王老师的工作室里面 听说他的拼布 涌入了非常特别的中国瑶族文化 我们就有请王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他的创作理念吧 我本身从广西桂林嫁来台湾 那因为我外公本身就是瑶族人 所以说我很喜欢我们瑶族的文化 我在做拼布的时候就想说把我们瑶族的文化的元素 带到我的作品当中 我跟你讲哦 因为那个时候啊 有很多人喜欢妈妈的作品啊 所以很多的公家机关啊 还有私人单位啊 找妈妈设计制作拼布袋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亮多的时候 妈妈还会请那个姐妹一起帮忙缝制哦 那也是因为妈妈你的手工很好啊 所以大家还喜欢你的作品嘛 可是就像瑶族的图腾融入到屏幕里面 大家真的就会认识到瑶族的文化吗 嗯 你看这一张哦 我常常在想啊 身为瑶族姑娘的我啊 应该让更多人见识到我们瑶族的文化 所以妈妈到社区去教学的时候啊 就会向他们介绍我们瑶族的文化 让他们不必到广西 也能见识到异地文化的美 然后呢 我是王燕 好我从那个广西桂林嫁来台湾 其实你们知道我们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 广西除了壮族 瑶族 汉族 洞族之外 其实我们瑶族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族 那其实它一直就是住在深山里面 所以瑶族其实它的服饰呢 就很多元化 其实我们有板瑶 板瑶呢 它的帽子是长的 所以为什么它要戴帽子是长的呢 因为就是我们要到森林里面去 所以它的帽子一长 那个帽子就会把旁边的树叶这样子有响声 那所以虫啊 那个蛇啊 它就会听到那个响声就跑走了 可是妈妈 你做这么多 你觉得你有得到什么吗 其实我远从大陆嫁来台湾啊 台湾就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那政府它很照顾我们新住民 例如呢 它开办了新住民生活适应辅导班 职业训练课程 以及对新住民姐妹协会的补助以及帮忙 其实我这一路上走来呢 要很感谢帮助我的人 也谢谢你们跟爸爸对我的支持 我知道啊 很多新住民姐妹生活得很辛苦 我也希望透过我的评部课程啊 教他们一技之长 更重要的是关心他们 让他们更好的融入我们在地的生活 那我也希望我的评部工艺啊 能够成为我们云林县特色产业之一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都支持你 谢谢儿子你们的支持 妈妈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你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都支持你 谢谢儿子你们的支持 谢谢儿子你们的支持 嗯 我去捡爸爸做的红烧姿指头了 我去捡爸爸做的红烧姿指头了 谢谢儿子 我去捡爸爸做的红烧姿指头了 真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